大家好,我是牛妈 前段时间有粉丝私信说出一个梅菜磕肉的教程 今天来咯 我买的这个梅干菜比较咸 提前泡一泡,去除一部分盐分 肉皮也可以在铁锅里面烧一烧 去除毛腥味 在烧焦的部分清洗干净 铁锅里面烧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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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ther Harp 炸40秒钟之后翻个面 然后再炸30分钟就可以捞出锅了 炸好的肉块过一次凉水 可以去除表面的油脂 也可以让炸过的肉皮更加紧致 放凉之后就可以捞出切片 切好的肉片加入葱姜料酒 一个八角一勺铁面酱生抽老抽糖 蚝油融合抓拌均匀腌制15分钟 腌好的肉片平铺到碗底 然后上面盖上刚才洗好的梅干菜 再倒上刚才腌肉片的料汁 然后沸水上锅蒸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来看看 哇好香啊 在碗上面盖上盘子倒扣 怎么样是不是特有食欲 梅菜扣肉相比肉我刚爱吃梅菜 非常的入味开胃下饭 上面的肉片入口即化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记得关注和收藏哦 拜拜